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我们团队帮他推想了一下 不过在真正开始讲以前呢 我得先说清楚 我们的推演呢 应该是说是可能性之一 不是唯一的可能 那么大家明白这个呢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起 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说 第一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第二如果采取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呢 大概会有哪些事情他必须要做 然后第三呢 短期之内呢会怎么变化 这是今天我们会谈的三个题目 第一我们刚刚讲了说 10月1号呢 就是中共70年的建政的这个大庆 理论上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日子了 因为从这个1949年建政到现在70年了 那么这70年这风风雨雨 不管怎么样 那总算熬过来了 所以现在到了70周年的大庆 他必须普天同庆 那中国大陆呢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呢 必须带来共同 欢乐的过这个日子 如果要这样的话 那香港当然不能例外 都已经回归了22、23年了 那你说普天同庆 他不参加 当然不可能 那么也就是说 香港问题必须解决 中共其实放过风了 大家还记得吗 大概在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前 那么香港有一位这个知名人士呢 叫田北辰 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据他所知呢 那么北京方面已经把最后的期限划下来了 那么这最后期限呢 就是9月初 那么香港呢 拿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发出新闻叫做 中共呢 划下死线 那我们仔细推销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 唯有在9月初把香港问题 基本摆平之后 你还剩下大概两个多三个礼拜时间呢 赶快把街道打扫干净 然后干清理 清理好 然后呢 游行啦 彩排啦 然后什么什么等等这些发邀请函呢 才可能去做 否则你若说 街头还天天对立 然后还在扔吹雷弹啦 吹雷瓦斯等等 你说这个群众不时聚会 这个会大概是开不成的 所以这个田先生所放这个死线的话呢 我们那看起来应该是有道理的 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香港问题就必须解决 那怎么解决呢 那看起来只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种呢是硬压 一种呢是让步 那硬压的结果就是 我现在呢派重兵会用什么办法硬压 把该抓了该抓了 然后该打的都打了 甚至该杀了杀了 然后到时候呢去开这个大会 我们看起来不太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到最后你这个 10月1号那天你林郑月娥在上头 底下可能有人就丢什么东西上来了 所以会闹到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这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呢 那只能做让步 那么让步呢 怎么让步呢 我们算一算 大概也只能说 我看看怎么样子接受香港人提的这五大条件 那么这五大条件 我们帮各位再说一次 第一呢 对于这个重中条例修订 要撤回而不是暂缓 换说撤回修订 第二呢 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这几个月下来 警方的滥权啦 过度使用武力啦 什么等等 这第二个 第三呢 就是这个取消对整个活动的暴动的定性 因为一旦定性暴动的话 那判罪比较重 所以取消暴动 最多是扰乱社会治安罪 大家一般可以接受 第四呢 对于被捕的人士呢 要释放 然后第五呢 就不要有争议了 第五个条件 我们看到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呢 叫做林郑月娥下台 另外版本呢 叫推动真正的这个双普选 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五个条件 好 这五个条件或六个条件 我们仔细推敲了半天呢 大概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核心条件呢 就是林郑月娥这问题 也就是怎么处置林郑月娥 我们在六月十二号呢 我们曾经发出过警告 我们说林郑月娥的职位啊 或生命啊都可能有危险 那我们还是维持这个看法 但是在这个节骨炎呢 我们认为比较可能就是 让他暂时不能工作 那么让他暂时不能工作呢 或者让他不能工作呢 按照基本法呢 有两个条款 那现在我们就把两个条款呢 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两个条款呢 分别是基本法的第52条 跟第53条 52条这样说的 特首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 必须辞职 另外两个我们就不说了 第一个是 因严重疾病或其他原因 无力履行义务 那这个就相关了 那如果用到这条的话 就比较麻烦 因为他就要求林郑月娥辞职 这个处分是比较重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条 第53条是说 特首呢 如果短期内不能履行职务者 那么就由政务师 然后财政师跟律政师三者 依次代行职务 这看起来呢 比较可行 所以我们认为 目前这个解决的问题 比对中共来说 比较好的办法呢 就是用53条 也就是说他因病 然后短期之内不能工作 由人站带 那么由分别 刚刚讲的政务师 财政师跟着律政师 站带 那么以目前情况看起来呢 站带的可能性比较大 然后站带的人选 目前看起来最可能呢 应该是政务师 也就是这个张先生 那么张建宗先生 因为过去出来 就前一阵子出来道过歉 所以在社会上呢 我想这接受的程度比较大 所以由他来代理 当他代理之后呢 当然第一是宣告这林郑月娥 这因为什么原因生病了 然后最不能是这个旅行职务 然后由张先生代理 那么代理之后第一件事情 他就他就可以宣布撤回送中条例 好的第一个 第二他可以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 而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往下推演一下 那么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呢 会怎么走 这就回到我们6月12号的这个警告 我们说如果一旦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大概第一个会追究的呢 就是这个高阶警官 包括我们在6月12号所警告过的这个处长 副处长跟几位其他的人士 然后再来呢 就是第一线的这些远警 那你们执行特别凶的啦 或者卧底的 这个行动不恰当的呢 那这些人呢 会不会问罪 那么再来就是副处长 这个有一位呢 特别点名的叫邓炳强 因为听说呢 他的这个下的命令特别重 然后这个手段特别狠 所以这个人呢 会不会特别问罪 第三位呢 大概是他很难一下想不到的 屯门区议员的一位叫何君尧的先生 因为据说他跟元朗的事情呢 有密切的联系 让他煽动黑道 所以大概这个调查委员会 最后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估计呢 调查委员会从成立到真正开始运作 少说得几个礼拜 然后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再几个礼拜 所以最后这几个结果出来呢 恐怕一段时间 当然如果说中共想说办的缓和一点的话呢 就不用调查委员会来处理这些人 也就是调查委员会仍然成立 然后这程序造走 但在最后结果没有出来以前 刚才讲的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 因为别的原因而下台了 他们可能是因为贪污罪被查到了 或者因为是别的地方呢 这个赌职罪 或者因为什么 或者也可能因为生病或什么 那最后呢 不了了之 那这是比较轻的 那么就是第二 这个成立调查的这个委员会 第三个呢 就暴动定性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大概会暴动定性呢 可以取消 但是这个对第四点就不一定了 也就是我们已经抓进来这些人呢 就不一定了 那为什么说取消暴动定性 或者暴乱定性 那这些这个被抓人不会全放呢 我们这样我们这样看的 他们会选择性的放一些人 也就是说把大部分犯轻罪的放掉 然后把一些重罪的留下来 什么叫重罪呢 真正动手打立法会 然后被抓被认出来被抓的人 然后真正用恶劣手法袭击警察 而不是在反抗过程当中不小心打到的 真正用力气攻击 那用铁条那用什么去攻击的 那这些呢可能抓起来 也就是说 打立法会的 打这个政府单位的 打警察的什么 或者扔汽油弹的这些呢 那要抓起来 然后当然罪名相对也比较轻 这样香港社会呢会比较服气 也就是我仍然抓一部分 但是放大部分 那这样子呢 双方面都顾到了 然后判罪判的不过重 用香港法律去判呢 香港社会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也讲说 一旦我要做这事情呢 我承担罪过 承担的后果跟罪名呢 我心中是有底线的 那这样子呢 大家大概可以服气 好那最后一点 就是双普选的问题 如果说香港社会对这件事情不太坚持的话 那中共就装容作哑了 但是我估计不太容易 所以双普选的问题大概会是这样子 当香港社会提出了说 不不还有第六条 还有双普选的问题 那中共可以这样说 好那我们重新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怎么讨论呢 我们又成立一个委员会 我们来慢慢研究 那不管研究多久 至少呢 我先开始了 那这个如果要走到这一步的话呢 大概会这样做 就真的是比较开放的 容纳更多的人士来进来慢慢谈 那这个时候呢 就在中共中央一念之间 看看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开这个双普选 或者开说一国两制呢 真正向前走一步 看他要不要开这一步 如果一旦开的话呢 那香港社会呢 大概就平息下来 那否则呢 问题就比较大 好那么这个是代理特首上来之后呢 他对香港可以做的事情 但这样就要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么中共难道没有任何责任吗 那习近平或者中共 中央也不能说 我就对香港这样处理完之后 我不做点别的事 那我做点什么事情呢 那我要不要过问中联办 跟港澳办的责任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中央的责任 当然如果说习近平 不愿意这么负担责任的话 他可以有两种方式 比较轻的方式就是 也在这个差不多这个过程当中 让中纪委出来处理他们 你们在什么地方犯了事了 然后把它处理掉了 这样比较不显山不显水 那么如果要处理比较重 要切割的比较干净的话 那就直接出来讲说 你们在这里呢 假传圣子 然后呢 谎暴军情 然后误导中央什么等等 这事情我们过去讲过 发生过没有呢 发生过 在六四事件的时候 李鹏 李行民跟陈希同 就曾经跟邓小平谎报过军情 然后酿成重大错误 那这同样的就是看说 习近平越来越退到这一步 不过不管越来越退到这一步 我们的估计就是 港澳办跟中联办呢 必须处理 那么讲到白点就是 中联办的王志明 跟港澳办的这个张晓明 跟以下的一些相关官员呢 恐怕都得受到处理 不过我们再说一次 这处理呢 应该不会马上发生 应该会有一段时间 至少让人感觉到说 这个中共中央面子呢 多少顾到了呢 才能这样说 那么如果我们的估算是对的话呢 那么10月1号的国庆呢 他们还可以出来参加 这个整个庆典 还可以欢天喜地的配合演出 但是过后怎么样子 我们就没有把握了 所以以上是我们现在 能够想到的比较好的方案 我再说一次 这恐怕不是最唯一的方案 当然也不是最坏的方案 那么我们还有别的方案 将来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大家上来这个 登陆我们的视频 然后再有机会的话呢 来上我们的网站 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 能够得到更多的资讯的分享 好 今天我们做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